五車連環狀 警方到場即可救援 駕駛因為癲癇發作 在座位上失去意識 還踩著油門 失火發生在二零一九年四月 造成兩人輕傷 幸好沒有危險 其實癲癇病友可以開車上路 大部分靠藥物治療 控制良好 交通部二零二零年九月 放寬輕症癲癇患者考駕照 以兩年內未發作為前提 入考比試都和一般民眾相同 不過健康檢查時 必須附上三個月內的診斷證明 並且每兩年就要換駕照 從新法上路以來 已經核發一百八十一張機車駕照 汽車駕照94張 總共兩百七十五張 看到分辨它屬於輕症 或是頑性的癲癇嘛 頑性癲癇就不用講了啦 就是不應該不適合開車嘛 基於把握自己 把握別人 不過先前就曾經有癲癇黑樹 隱藏病史上路 車禍發生後 警方查不到相關資料 一旦輕症患者刻意隱匿 或是在考驕照時沒有告知 這些黑樹也成了交通部棘手難題 交通部希望透過衛福部資料借接 只是涉及隱私問題 衛福部回應會以必要性 和最少數量收集為前提 配合交通部規劃相關措施 就是希望癲癇必有 也能得到同等資源 向一般民眾開車上路 近新聞陽性王誠意採訪報導